我不要跟你旁边的说 有你正好 哈利路亚 我们先来个祷告 哈利路亚 我们的父上我们 感谢你 赞美你 祝我们把今天的讲台 带到你的十恩宝座前 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带领 主啊 让我们知道 原来我们有耶稣 我们是最幸福的 谢谢你帮助我们 能够凡事谢恩 求主带领我们 今天的讲台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一上来去 不要谢恩了 因为今天我很荣幸 能够帮我们的詹牧师 挂上这个牌 我的前辈挂上这个牌 这是我的祝福 所以凡事谢恩 我先跟你讲一个 谢恩的故事好不好 在几个月前 我有一个感动 因为我的教会的楼下 有一个单位 他要卖 那我的青少年 最近也很努力 他们每天早上成岛 也很感动 我也知道我们青少年 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 所以我有一个感动 想把它买下来 但是想把它买下来 我又在想 有点的不适合 那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行情不是太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再查看 我再查看 如果我要做一个筹款晚宴 我必须落在12月 12月是不能办筹款晚宴的 因为12月是假期 全部人都飞了 你知道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12月是什么 12月是收割拒绝 你知道吗 大部分我想邀请你的嘉宾 我告诉你 他的教会都在做布道会 所以基本上我是想说 哎呀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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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想想看 不可以 后来神再给我看到说 这是你的教会的七周年纪念 七周年是一个圆满 那如果七周年纪念 你不趁七周年纪念做 那楼下如果给人家买的又怎么样 那现在有感动 你到底要不要行动 所以我心里在想 没办法了 感动还是行动 失败就要啃 做牧师就是这样了 对不对 我心里在想 好了 感动就行动 我口里在讲 但是我还没有跟我的那些领袖 在宣布 你知道吗 我那天就跟知名传道 一起在喝茶 我就跟他讲了 我要筹款 我要买下 我要做七周年纪念 要为青少年做一些事情 虽然有风险 但是我还要做 你知道吗 但是我只是这样了 人都是这样 想得又很紧张 又怕做不到的时候 那个脚就踏上来 要做不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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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试过这个状况 有对不对 那知名传道跟文奇 两个人就很自然的 就把他们的口袋拿上来 我要奉献第一颗砖 现在惨了 要收还是不要收 收还是不收 一收就是等于 给他推下去水那边 不游泳也不可以了 所以我就说了 算了 赶赶来 既然神里都叫一个人 再来肯定了 Amen 所以我就说了 说了以后 我就面对很大的挑战 我要面对经济最不好的情况 我要面对十二月 我只有一个热情能够筹款 十二月 到底那天会不会有人出戏 到底能不能够达标 感谢主 再能不能 再省 凡事都能 我们上个礼拜 十二月二十一号 那天我们的筹款本宴是爆满 Amen 然后我们 Hallelujah 然后我们筹到的款项 是一次过 去把那个单位 先前买下来 Amen 把荣耀给耶稣 Hallelujah 所以我趁这个机会要谢谢我们的知名传道 因为我要去还是不去的时候 他推了我下去 Hallelujah 这个推推很重要 Hallelujah 感谢耶稣 好 有一句话叫做 前人再恕 后人成良 在我的妈妈 我的爸爸 那个时代很喜欢讲 告诉我们说 你要记得 你要记得老人家的话 你要记得 你要记得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有点不一样 对不对 因为他们的知识包庞 对不对 你试试看 跟你的孩子讲说 孩子 你要记念老人家 因为什么 前人再恕 后人成良 你认为你的孩子会怎么回答 爸爸 先进一点好不好 现在我们不用成良的啦 我们有Acon 你懂吗 也没有道理 是不是这么讲的 孩子是不是这样回答 对不对 然后你告诉他 那至少有棵树 让你去做嘛 爸爸 sorry啦 我们现在全部做cafe的啦 对吗 好像很难讲得通 对不对 我再给你看一个东西 给你看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蛮可爱的 好不好 这个叫智能手机 好不好 请问一下 我们当中有谁没有用智能手机的 请举手一下 老板我看不见 现在基辅是从小学生到老人家 80岁都一定要用智能手机 对不对 我想问一问你 如果今天早上你来教会的时候 走到一半 你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的身份证忘记拿 你紧不紧张 算了不拿就不拿了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 如果今天你来教会的途中 你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的智能手机没有拿 要不要倒回去 要 是不是证明了原来智能手机 比你身份中很重要 我这么讲对不对 我青少年 我在问一问青少年 我女儿我好像手不离急 只要回家的话 我拿掉好像很痛苦这样 要死要活 我确实不给她拿 但是有一天 我觉得我不可以从我的单方面思考 我去问了另外一个青少年 我去问那个青少年 其实如果三天不让你用手机 你会怎么样 牧师 我会忧郁症 哇你发觉到这个东西 真的好像是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对不对 太重要了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 这个这么重要的东西 到底我们应该向谁感恩 谁发明了智能手机 是不是应该向他感恩 因为你的照相机也在里面 对不对 你的通话信息也在里面 你的calendar也在里面 你所有的都在里面 是不是要向发明这个人的感恩 那你知道如果我们真的要向这个智能手机的出现感恩的话 你第一个要感恩谁 你知道吗 你第一个要感恩发现电的人 这个人发现电 一讲到电你说 牧师不是埃迪森吗 我们都想埃迪森对不对 埃迪森是灯泡好不好 那么这是在公元前500到600年前的哲学家 叫做泰勒斯 他发现了电 原来电可以用的 那又要讲到了 讲到了什么 有一个叫做富兰克林的人 他发现了电和手稳 手横定律 就是电可以把它储蓄起来 定下来是多少个warp的 你知道吗 还要加上ID声 因为不然你看我们的那个手机一开上来 什么图像都没有可以吗 不可以 第一个从那里开始 从灯泡开始 对不对 那还要感谢谁 你要感谢的人太多了 好不好 你要感谢第一个发明用电脑的 计算机的 你要感谢谁 你还要感谢第一个发明相机的 你还要感谢谁 你还要感谢第一个发现无线电话的 如果真的要把它list倒起来 我告诉你 你要感谢最少一万个人 我这么讲对不对 你看看你的iPhone智能手机里面 到底有多少个功能 如果分开他们的历史 照相机从黑白到有颜色 到可以简洁 你看你要感谢谁 好不好 给你看一看电话的制造室 好不好 给你看看电话的制造室 从1876年 阿利桑大发明了电话 1902年 第一架无线电话 这个大大力的不能跑的 那么1938年 这是第一个的像walkie talkie这样的一个电话 那给你看看 全世界的第一台手提电话是怎么样的 好不好 这就是所谓的手提电话 看到了吗 要有一个人背着一个人拿 这个叫手提电话 OK 好 直到第一代的智能电话 在2000年5月17号 直到我们所用的iPhone第一代 2007年 我想告诉你的话 你没有发觉到 我们需要感恩 是现在我们所要用的东西 原来只是一个手提电话 是耗了2600年 累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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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很多个部门 包括了电晶体 电导体 所有东西里面的每个零件 对不对 你才拥有的 那请问一下 你要不要为你成为 这个世代的人感恩 Amen 对不对 我知道第一台手提电话 我们的 我们的第一台手提电话 我们不会 我们在下一代的 他们的第一台 第一台手提电话 你知道是怎么得到了吗 很简单的 大部分我已经调查过了 我们的孩子的手提电话 第一台就是这样的 爸爸 我要手机 就有了 是不是 这么简单 就是几个字罢了 爸爸 我要手机 他就有了 那你想想看 你身为现代的人 只是因为你身为现代的人 知不知的感恩 很知的感恩 对不对 那我再给你看一看好不好 给你看一看 这个老人家好不好 这个老人家帅不帅 眼睛要碎要碎 他的名字叫全龙皇帝 你知道吗 我在网上里面找 因为我想想看 我们中国人的历史里面 皇帝讲的最 最出名的应该就是 全龙皇帝 对不对 因为电视剧里面 十套里面最少有五套 讲皇帝的故事 都是跟全龙皇帝一关 对不对 那想做皇帝 有想过发梦 也想做皇帝的举手 有没有 没有 你们都很聪明 很聪明 为什么我说你很聪明 你知道吗 因为你要知不知道 你比他更祝福 你讲牧师 你没有搞错 我竟然比皇帝更祝福 你想想看 对不对 皇帝如果要看一套戏 需要怎么样 要花一年的时间 来编排 编排完了以后 那天就在宫廷里面上演的时候 皇帝要坐在那边 钉钉的 那他就坐到一半 不好看 怎么办 好的皇帝就继续做 算了 算了 不好看 照看了 看完了 算了 你知道吗 不好的皇帝会怎么样 站起来 我不看了 随时骗局 把他砍掉 我这么讲 对不对 要看第二套呢 等明年了 你想想看 今天你躺在家里 很想看电影 你是怎么看的 你跟我一样 这个是remove control 我说这套不好了 那套不好了 这套不好了 不好 不好 按了59个台 全部没有套四盒 怎么办 把你们的款都丢掉 拿手机上来 还有YouTube 我们活在的时代 真的比皇帝更好 对不对 如果今天真的好像那些电影 让你时光回转 回到去全龙王带的前面 然后你问了全龙皇帝一句话 皇帝请问一下 你没有想过在空中里面喝咖啡 他讲你讲什么话 哪里可能 那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在空中里面喝过咖啡 有啦 刚刚从香港回来 就在那机上里面 不单止喝咖啡 我告诉你ice cream也吃了 我告诉你什么都吃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你想想看 我们现在的那个方便 我们那个便利 我们真的活在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是怎么样 比皇帝还祝福 你跟你旁边讲 你的身边比皇帝还祝福 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你也告诉我说 牧师凡事谢恩很难啊 其实是看你从哪个角度里面想 好不好 因为真的你比他更祝福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你要凡事谢恩 并且你要拥有一颗感恩的心 Amen 那么凡事谢恩 向神献上感恩的祭 原来谢恩就是感谢有神 那为什么要感谢有神 我们刚刚过了一个节目 叫做圣诞节 对不对 请问一下圣诞节有交换礼物 这个环节 对不对 有参与交换礼物的举手一下 多不多 蛮多了嘛 对不对 蛮多了嘛 我圣诞节我参加了三五次 基本上我都乱了 哪一个礼物 哪一个礼物 甚至我已经到这个情况了 因为哎呀 忽然间有人call 牧师你来啦 来啦来啦 好好好 我们有交换礼物 OK 我都来不及买 就拿上一次交换的 又拿去再换过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 那如果你在交换礼物的环节里面 忽然间你发觉到 哎呀惨了 我买了个三十块的礼物 去到那边换 我一来的时候 哎呀 怎么我只拿到五块的礼物 有没有试过这样 会不会心里 会不会 会不会 我基本上我想告诉你 你知不知道 圣诞节 你已经换了一个最好的礼物 Amen Amen 有没有想过你换了一个最好的礼物 圣诞节其实就是交换礼物的日子 什么礼物你知道吗 神跟你交换了 你给了什么神 给了你的罪 给了什么 给了你的埋怨 给了你的担忧 给了你所有不好的全部给神 神给你什么 神给你祂的生命 神给你永恒的生命 神给你丰盛的人生 Amen 对不对 所以圣诞节那天就是耶稣降临 跟你换礼物的时候 请问一下 你需不需要感恩 Amen Amen 圣诞节就是叫换礼物 是不是需要感恩 所以人本来就是应该感恩 但是你告诉我说 牧师啊 你不知道啊 我遇到多么不公平的事 多么不公平的事 怎么样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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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要想以前你知道吗 所以我跟你讲一讲 2019年 我在这里曾经讲过月色的故事 我再跟你回顾一下月色的故事 让你知道什么叫感恩 你知道吗 好 那你告诉我说 哇 我有些事情是你不知道 真的感恩不下去 很无辜 很无奈 那你记得月色的故事 我告诉你 月色的第一个无奈 月色我告诉你 他被他的哥哥们 被卖出去 你知道吗 他的哥哥想杀死他 你知道吗 但是他们不敢留自己 亲兄弟的血 结果就把他卖了出去 你知道吗 那卖了给波提法 他为什么被卖 你知道吗 原因是什么 好 跟你回忆一下好不好 只有一个原因罢了 因为圣经里面讲 以色列原来爱月色 过于其他的种子 也就是说 因为爸爸爱他 所以他被卖 所以跟你旁边讲 你回去不要太疼孩子 等一下他给其他的兄弟卖掉 他不是很无辜吗 只是爸爸疼他就被卖了 对不对 还没有关系 他被卖到波提法的家的时候 圣经讲说 这个人真的有神的灵 难道做工都亏亏举举 非常的棒 结果波提法就看上了他 波提法这个是好人 好人好人 波提法说 我就要大大的使用你 所有的东西都让你来管 就是他在波提法的家里面 开始管理奴仆 管到差不多的时候 忽然间老板娘 我告诉你去误告他 你知道为什么老板娘会误告他吗 只有一个原因 只有一个原因 这句话叫做 长得帅 不是我的问题 因为他长得很帅 圣经讲得很清楚 悦瑟原来修雅俊美 就是因为修雅俊美 这世以后 悦瑟主人的妻子 就以慕传情给悦瑟 他的波提法的太太 去每天勾引他 但是悦瑟却站在神的立场里面 我岂可做此事得罪神 你知道吗 他坚持不做 结果老板娘就误告他 说老公啊 你请来的工人啊 他要费离我 请问一下 你说越是无辜不无辜 第一次被卖 因为爸爸疼他 第二次被卖 长得帅 所以我告诉你 最近我吃多一点点 因为我怕帅 等一下被卖 这个跟你开玩笑的 这个跟你开玩笑的 对不对 因为长得帅 不是我的事 好不好 因为爸爸妈妈都那么帅 对不对 所以你要讲说 如果你说你不甘愿 你不如看看 越是的故事 甘不甘愿 但是越是的故事 也没有告诉我们答案 他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个问题 有啊 越是清楚 知不知道 越是我告诉你 他在创世纪四十五章 七到八绝 他就讲了这句话 神猜我在你们 就是他哥哥们 以前就来了这个地方 唯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 又要大势拯救 保全你们的性命 这样看来 猜我到这里的不是你们 乃是神 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 做他全家的主 并爱及全地的宰相 那越是因为被哥哥们 把他卖掉 在在伯提法里面 然后被他的老板娘误告 到最后他就进入了监牢 然后再遇到善长 再遇到九镇 然后整个的遭遇 到最后他见了法老王 最后他做了宰相 所以整个的那个过程 原来是神的计划 他说什么 因为神答应了雅各 跟雅各说什么 跟雅各说 有一天你的子孙 又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 地上的虾一样 那个沙一样多 对不对 如果越是没有被卖 迦南地遇到了饥荒 他们全家死光光 哪里来的沙 哪里来的心 就是因为越是被卖 预备了这一切 就去拯救他的全家 对不对 所以越是怎么 越是看透了上帝的 整个的心 他知道 他知道 所以越是又讲了这句话 越是说什么 从前你们的意思 是要害我的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天的光景 基本上越是一出世的时候 神就告诉他 有一天你要做宰相 最大的问题是 古老的时代里面 没有管理学 怎么办 宰相给你做 你也做不稳 因为你没有读管理学 对不对 但是你从越是的 整个故事里面 你会看到 他在家里 管理他哥哥的时候 叫什么 管理学小学 他被卖到 波提法的家 在波提法里面 管理奴仆 是管理什么 中学 后来被卖到 被抓到官员的监牢里面 他念什么 大学 所以他是大学毕业 然后做宰相 请问一下合不合理 很合理嘛 对不对 所以基督徒 我想告诉你 从越是的故事里面 我坦白的告诉你 一个非常大的祝福 当你遇到所有事情 很顺境的时候 叫做什么 神的祝福 当你遇到很多苦难 很多困境的时候 叫做什么 神的磨念 让你明白吗 这个叫配套好不好 跟你旁边讲 叫配套 因为约瑟 他要做宰相 这个是配套 不可以有些要 有些不要 这是整个配套来的 你要做宰相 你就必须要受过训练 所以约瑟 受过多少年的训练 他17岁被卖 30岁做宰相 他受了17年的训练 哇 痛苦17年 13年 对不起 17岁到 13年的 13年痛苦你要不要 我才不要 但是约瑟 活到几岁 110岁 他总是做了 80年的宰相 如果让你读书 13年 享受80年 你要不要 你不要我要了 有没有想到 这是配套来的 所以常常基督徒是什么 基督徒要祝福 不要苦难 他忘记了那个苦难 是个磨念 他忘记了那个苦难 是一个祝福 我在整个我的 侍奉道路里面 常常到很多 世界各地去讲见证 很多人在问我 讲完了 有些比较喜欢问的 他就会问我 他说牧师 你会不会很讨厌 你的爸爸 你的爸爸又搞得 你家里离婚 你爸爸以前是老前 谁说我讨厌我爸爸 因为我的爸爸的旨意 可能不是救我的 不过神的旨意 就是成就了今天 我能够做戒毒牧师 Amen 我感激他都来不及 你明白吗 原来你旁边 所有的人 所发生的不如意的事情 就是为了什么 跟你旁边讲 造就你 所以有神的人一不一样 不一样 神能够把他反败为胜 神能够把他反过来 所以基本上 我大胆地告诉你 365癌症协会 为什么会存在 是因为之前有人中了癌症 然后靠神 又移过了这个经历 然后才把他建立起来 对不对 那我再问你一下 那些戒毒所的管理人 到底是谁来的 就是以前他吸毒 后来他改过 他所有的经历都变成后来的祝福 觉得最令我感动的就是 那个Nick 那个Australia 那个没有手没有脚的 你知道吗 我还记得我听他的见证的时候 他开始这么讲 他早上起来祷告 到他懂得的时候 他就想说 神啊 他不能够像我这样 有手举起来 他说 神啊 我知道 你只是考验 有一天我睡醒 我就会看到我的手脚长起来了 因为他很有信心 结果很有信心 手脚有没有长起来 没有 等了好多年都没有长起来 他开始埋怨神 但是有一天 他寻找到生命意义的时候 神看一日如千年 他生命改变 娶了个日本美女 现在四个小孩 你知道吗 他的祷告是怎么样 他的祷告说 神啊 千万不要让我的手脚长出来 因为长了出来 我就不能继续为你做见证 Amen 哇 我听了这个真的很感动 所以基督徒你知不知道 我们的一生都在爱我们的天父手中 Amen Amen 神说我爱你 爱到底 神说我是你天上的爸爸 神说我来是赐给你丰盛的生命 神有告诉你很多很多的东西 就像神跟月事讲你要做宰相 但是你必须要接受配套 配套就是长得帅就要被卖 Amen Amen 可以吗 我这样讲你就知道了 跟你讲另外一个人的故事叫 丹以礼 丹以礼是在马代人大刘寺做皇帝 就传到马代人中后秀的时候 这个皇帝就开始想了一个办法 他就找了120个总督 你知道吗 就选了三个总长 其中一个总长就是丹以礼 并且丹以礼是做得最棒的 因为神与他同在做得最棒 皇帝想什么 皇帝想说他就是以后总长的总长 但是其他的总长 其他的总都知道了 这个被卤回来的人 竟然在我们的上面 哪里可以 他们就想尽办法要陷害丹以礼 你知道吗 他们就开始赶快去找皇帝 说我们要皇帝你立一个很重要的月 那皇帝立了什么月 丹以礼书六章七节告诉我们 国中的总长跟千差总督谋事和巡抚 他们开始商议要建立一条坚定的禁令 三十日之内不拒何人 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 就被认在狮子坑中 也就是说王求是神 你们归拜谁敬拜谁 向谁祷告就是不尊重神 那只要不尊重神的人 我们就把他丢在狮子坑里面 这简直就是害命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寻找丹以礼的弱点 找不到 寻找丹以礼的事物 误国没有一件事情他误国的 所以他是完全正直的你知道吗 所以知道丹以礼的唯一可以伤害 那丹以礼的就是 丹以礼对神一百巴仙的忠心 一百巴仙的相信 这条条令 丹以礼一定重 结果丹以礼也没有重 丹以礼真的重了 真的重了 但是丹以礼不一样 丹以礼把所有发生的事情 生命的焦点转向去神 其实约瑟也是一样 他把转向去神 他相信这一切神都知道 Amen 他相信神必有旨意 他相信 丹以礼做了很特别的事情 丹以礼知道了 经令 盖了御习 就是王帝都盖印了 不能够改了你知道吗 他干什么事情 这里讲了很清楚 一日三次双气归在神面前 不是祷告罢了 跟你旁边讲是祷告感谢 竟然有人谋财害命要谋他 他竟然是祷告感谢 因为他知道 他跟约瑟一样知道 他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 神必然会为他开路 神有没有告诉你说 你所承受的一切 都是你能承受的 他都不能承受 他会为你开掉出路 Amen 他们是坚信 所以在坚信的时候 你看诗篇 50章14节 有没有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以感谢为继 献于神 原来当你懂得感恩的时候 也就是说 Amen 神你把我放在了位置 你让我知道了 你让我遇到的事情 都有你的旨意 所以我要谢谢你 但业里就是做了这个东西 那结果怎么样 结果我想告诉你 这一群人就告诉 跟王说 那个犹太人不理你 你盖了那个一席的令 他竟然还是一样 所以现在要把他丢去狮子坑 王听到了也很心痛 因为王想重用他 但是盖了的事又不能够不认账 但是但业里不一样 但业里是从神的角度里面看世界 什么叫从神的角度里面看世界 就是我相信 圣经里面所讲的 一定是对的 Amen Amen 从神的角度里面看世界不一样 所以腓立比书告诉我们 应当义无瓜力 无论你遇到任何的事情 只要凡事 凡事就所有的事情 借着祷告 祈求 感谢 将你们要的告诉上帝 Amen 我也有遇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当我从神的角度里面去看 他就有点不一样 我相信人生让你最痛苦的大部分不是全部 能够让你痛苦的人是谁你知道吗 那个是你最亲的人 我教会有个组长非常的棒 大家都叫他好好先生 他的脾气好得不得了你知道吗 但是后来有一天我终于知道了 我带他见那个牧师 跟他做领袖辅导 才发觉到原来他会发脾气的 你知道他发谁的脾气你知道吗 唯一能够气到他的就是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就有小学 这个儿子每次气到他整个都蠢了 我们越爱的人 越气到我们 对不对 你不爱的人你不轻易发怒 你知道吗 对不对 我想告诉你 这一生你觉得 不知道 不可能是最难搞的那个是谁 我不知道你的是谁 我大概告诉你 男的大概是太太 女的大概是老公 会吗 大概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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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办法卸恩的就是老公 没有办法卸恩的是太太 会吗 会吗 我当代告诉你 很多人告诉我 牧师我看到你们父亲很恩爱的 有在Facebook里面看到这个那个那个 哪里 你只是看到Facebook的罢了 你知道吗 那我想告诉你 当然现在我承认 我承认 现在我承认 我跟太太的关系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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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棒 非常的棒 但是之前 我刚刚娶我太太的时候 有没有问题 问题可大了 我已经以为我有很多小聪明了 你知道吗 我住在吉伦坡 我太太住在福隆 我见夫的时候就跟我的太太跟我妈妈讲 妈妈 我暂时不把她娶回来 我家在福隆住 住了一段时间 才把她带回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不想 那个婆媳关系把我压扁 你知道吗 让她们认识多一点先 就没有问题 这一招我真的做得非常的好 最后她们没有把我压扁 她们都相处得很好 你知道吗 但是我在福隆那段日子 有点麻烦 我的太太跟我的性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是动作快 反应快 随时可以改变的人 那为什么 因为还没有信主之前 做劳签了吗 劳签如果不够快会被抓 你知道吗 被操练得我很快 对不对 所以从吉隆坡要下来的童工 只要拨个电话给我 牧师我还有半个小时到 我讲没有问题 我洗好澡在门口等你 我没有问题的 牧师我还有15分钟到 也没有问题 我一样洗好澡在门口等你 因为15分钟不够时间 我先擦肥皂冲水就好了 这个跟你开玩笑了对不对 反正我很准事很快 你知道吗 当时我太太怎样 如果你找她告诉她说 师母我还有半个小时到 她整个人就很着急 怎么办怎么办 我免又这样 这样又这样 我怎样见人哦 完全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她着急什么 你知道吗 然后每一次睡觉 她都一定要我先 那个冲凉房干净了 那个床不可以有沉 不可以有沙的 要很干净了 你知道吗 这样也没有办法了 娶了老婆 就迁就她一下吧 你知道吗 我那天从外国回来 我很累很累很累 我就想了 虽然是 只是七八点 我就洗澡睡觉 什么都不做了 你知道吗 我就洗澡了 我就开始要睡觉了 然后你知道一个电话扣 牧师我还有五分钟到你家 我有很紧急的事情 要找你谈 我从吉隆坡下来 你从吉隆坡下来 不见你也不可以了 对不对 好好好 来来来来 她来了 我就跟她在家里 对面的那个妈妈当 开始在那边谈 她觉得很严重的事情 原来我五分钟就解决了 你知道吗 我去解决了 解决了我就回来 回来干嘛 睡觉了 对不对 我很累嘛 回来我一躺在床上 我的太太就讲 洗澡 亲爱的 我五分钟前才洗澡 现在你也让我洗澡 我都不懂我哪里 她就告诉我 你看她去哪里喝茶 妈妈当 请问一下有没有烟油 请问一下你的头发 有没有臭味 有没有烟泪 有没有 也是有 死死的去洗澡 洗得完全的不甘烟 没有搞错 皮都脱了 一天要洗几次澡 所以你问我 有没有埋怨 埋怨 然后你没有 后来我也看死 哇 她很多事情告诉我 你的锁石应该放在哪里 应该怎么样 一百多条条例 你知道吗 但是自己又还没有做好 不是 她只是指我做好 她自己没有做好 我很生气 我要拿一个 我的相机 全部把它拍拍拍拍 先会给她 但是当我这么做的时候 忽然间我从神的角度里面去看 神告诉我 夫妻两人本是一体 神告诉我 夫妻两人就是 你磨她 她磨你 神告诉我 这么多个太太 我都不让你娶 就让你娶这个 因为这是你唯一的肋骨 我开始从神的角度里面去看 神啊 你让我娶到这个太太 你到底想我学什么 感谢主 今天我要向我太太感恩 我这个人都很快 神让我反应很快 所以那几年 我虽然很火力地在做 但是我旁边 跟随我的瞳孔不多 为什么不多 你知道吗 因为跟我的瞳孔 在开会的时候 他们没有什么机会发表 全部我发表到完了 你知道吗 他还没有想的东西 我已经想完了 要怎么决定 我已经决定了 你知道吗 基本上是你来这里做一做 听我做报告罢了 你知道吗 所以同工作了 没有办法发费 你知道吗 他们也很苦 你知道吗 他们很苦 我更苦 为什么我更苦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发费 到最后所有的东西 就是我一个人在做 做死了 我要感恩 感恩在哪里 感恩上帝给我这个太太 训练我的耐心 训练我的接纳 训练我懂得放慢脚步 给我太太训练了几年过后的我 我开会的时候 有什么想法 不讲 先让你们讲 他讲的可能我已经知道了 不过我就拍拍手 告诉他 感谢主 你想到了这个办法 哈利路亚 他们被肯定 他们被重用 他们被关怀 他们被接纳 结果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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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来了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我告诉你 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我下个月顺顺利利的话 就会去阿根廷 去两个星期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啊 因为每个同工都独当一面 独当一面的同工 不是因为我厉害 怎么训练出来的 是因为上帝派了一个太太 训练我 什么叫做耐心 什么叫做接纳 什么叫做忍让 什么叫做赞美 阿们 所以我大胆地告诉你 从神的角度里面看 这一切都要变成不一样 阿们 你就能够感恩出来了 如果从你的角度 我告诉你 你的孩子你也不能感恩 太太也不能感恩 老板也不能感恩 没有人能够感恩 阿们 但是如果你从月色的想法一模一样 即便你们想害我 但是神的旨意 就是要造就我 怎么样 神要帮助我 没有人能够抵挡 阿们 凡事感恩 能增进你的心心的能见度 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王就怎么样 下命令 把这个但一里 丢进去狮子坑里面 但王里面心就是 一直在动 一直在动 结果王就问了一句话 你所侍奉的神 会救你吗 但一里 你讲话一下 讲话一下 但一里也没有告诉皇帝 但一里就告诉了皇帝 皇帝啊 我的神封住了狮子的口 所以狮子 现在都没有咬我了 哇 皇帝很开心很开心 马上把他放出来 你知道吗 所以我想告诉你 你会看到 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你 从神的角度里面去看 你懂得感恩 你也相信 因为只有相信才能感恩 Amen 所以西巴勒书十一章第一节 告诉我们什么 信才是事实 信才是实据 既然你信了上帝 是你的天上的神 你的阿爸父 爱你爱到底 他要赐给你丰盛的生命 那请问一下 你遇到的苦难 神知不知道 神完全知道啊 你像神 献上感恩 就是我相信 我知道啊 那你不能感恩 就是你不相信 你知道啊 我这么讲 对不对 所以其实 只有这样 你才能够看见神的荣耀 你才能够看见 所以 他就产生了一个叫 影响力 结果 皇帝就开始在宣布 宣布什么 这里就讲了 那时大雷物王 传子 小玉住在全地 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 愿你们大享平安 现在我将子 小玉我所管辖的全国人民 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 战惊恐惧 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 他的国永不败坏 他的权柄永存无几 他庇护人 达救人 在天上地下 实行神迹其事 救了但以理 脱离狮子的口 你看 王现在直接 就可以把他提拔下来 你知道吗 原来 当我们凡事谢恩 顺随上帝的义 建立了真正的信 我想告诉你 你将会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 Amen Amen 好 那什么叫凡事感恩 凡事感恩是需要操念的 你知道吗 要操念的 为什么跟你讲要操念 这杯水的故事 我再告诉你一次好不好 这里一杯水 那这杯不是什么神仙水 矿泉水 都不是 普通的水 好不好 那我讲到差不多口干的时候 知名传道就滴了一杯水过来 我一看了以后我就很生气 哪里可以 这救主堂这么大 结果水给我只有半杯 哪里有这么吝啬 从另外一个角度 另外一个角度 另外一个角度 把这个故事变成另外一个版本 我讲到一半 知名传道传了半杯水给我 我开心的不得了 知我者 没落知名 因为他知道我这个人很着急 你给我一杯水 我会啃到 结果他很细心 给我半杯 喝了再来 我这个人太用心了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两件事情 跟这一杯水有关吗 跟水没有关 那跟什么有关 跟心态有关 对不对 所以你要拥有什么 你要拥有感恩的心态 你还要怎么样 你那个思考 习惯 你要有感恩 从感恩的角度去思考 来发生这个事情 你会发觉到 你的世界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我们看看这张图 我们看到两个人 跟着一个葡萄 对不对 这是什么 这是在民宿记里面的故事 摩西派了十二个探子 进入迦南地去窥探一下 结果他们跟了一个葡萄出来 哇那边果然是 名乃以利之地 对不对 我们应该进去里面 因为那是牛奶以密之地 结果十二探子的回应是什么 只有耶稣亚跟迦勒 他们是从神的眼光里面去看 我们必得到那地 其他的呢 其他的都说 他们如巨人 我们如旷野 这是思考模式问题 结果只有耶稣亚跟迦勒 进了迦南地 其他的死在旷野 Amen 所以感恩的心是什么 感恩的心态 它是什么 没有感恩的心态 你必须要明白 没有感恩的心态 就是你还有很多的埋怨 还有很多的苦度 还有很多的憎恨 还有很多的不满 你也不会快乐 感恩的心态 需要超念 成为习惯 所有的事情 往神的角度里面去看 并且感恩的心态 跟你旁边讲 感恩的心态是命令 不是选择 不是选择 神没有叫你说 选择我要感恩 还是不要感恩 神告诉你说 你一定要感恩 如果你信有我 你就一定要感恩 Amen 所以圣经腓立比书告诉我们 应当义无挂励 只要凡事 接着祷告 祈求感谢 凡事所有的事 对不对 那贴上诺利教书跟讲说 要常常喜乐 不足祷告 凡事谢恩 关键点在这里 因为这是神 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锁定的旨意 也就是说 神命定你 鼓励你 命令你 一定要谢恩 Amen 那为什么叫一定谢恩 好 凡事谢恩是神 已经知道了所有的事情 你知道吗 凡事是神知道的事情 凡事是神允许的事情 对不对 请问一下 但于你将会被丢进四肢口里面 神知不知道 知道啊 约瑟因为帅就被卖 神知不知道 跟你旁边讲 你现在发生的事 神也知道了 我这样讲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发生的事 神都知道嘛 神看一日 如千年 你知道吗 神的一日 等于一千年 你知道吗 你现在遇到的苦难是很短暂的 那你现在是为未来而战的 基督主义是搞错了 我们常常要找什么 搞现在的奖品 我们忘记了 现在的奖品也好 但是天上的奖品更好 Amen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 你要顾念天上的事 Amen 所以你的反应是什么 你的反应是抱怨不懂的感恩 叫做你不满神的安排 你可以说我讲的极端一点 但事实如此 你的反应是很喜乐 神啊 你是不是让我经历了断念以后 又要提升我 就是你相信神的安排 Amen 所以你的心的关键 你的心案例在哪里 从你的感恩开始 当你懂得凡事谢恩的时候 也就是说 你真的信耶稣了 Amen 你真的信耶稣了 所以总结给你知道 向神献上感恩记 当你开始有个观念 发生在我任何的事情 我都要向神献上感恩记 也就是说 你思想的角度已经改变 你遇到任何的苦难 你就不再为苦难埋咽 你一定会 如果你是向神献上感恩记 你的思考就会自然会想这个 神啊 你让我遇到这个女人 想我学什么 我就是这样问 所以这个女人变成我的帮助 现在跟我越来越好 你明白吗 我的太太成为我的帮助 但是不是从神的线上感恩记 我告诉你 你一定就是怎么样 神啊 这世界有这么多人 偏偏搞一个 哎呦 连五分钟 到底我重要还是那种床重要 我要睡觉 还要让我去洗澡先 你就充满埋咽嘛 那你没有知道这是锻炼嘛 对不对 好 那超念凡是感恩的态度 因为习惯跟态度 它是超念出来的 不是天生出来的 对不对 超念出来的 我发觉到我越信主 日子如何 力量如何 我对很多很紧张 很紧张的事情 我越来越不紧张 因为我已经越来越看到 反正最后的时候 我的阿爸天父一定会插手的 你明白吗 这个东西已经超念起来感人的态度 你就知道 必有更好的事在后面 最后我想告诉你的 我们要传承谢恩的文化 我开始发觉到 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任务 叫做传承 我为什么说到传承 我基本上 我的整个传承的观念 传承的观念 越来越深 包括了在 陈少豪的牧师里面看到传承 我也看到 从巴士克里面看到传承 你知道吗 你想想看 我今天回想 有一天神在告诉我 神在告诉我什么 祂说你看 改变是怎么样 耶稣道成肉身 是一个人开始在做 对不对 在地上建立十二个门徒 团队在做 对不对 然后耶稣要回去上天的时候 祂就讲了一句话 你们要使万人成为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为他们施己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十九节 对不对 那是什么 一群人在做 一群人是什么 一群人是改变文化 Amen 所以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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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到现在 两千多年 很多代了 对不对 结果大部分人 都明白认识耶稣了 Amen 原来传承是成就下一代 所以感恩不单只是 我们向神献上感谢 我们超年感恩的态度 我们还要做版样 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 当你成就下一代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世代被转化 因为靠一个人还不行 靠一个团队还不行 当然神要用他的力量来做 都可以 但是神的持续就是从一个人 到一个团队 然后到什么 到一群人 一群人叫做什么 制造文化 Amen 我们要改变文化 所以我的教会从2019年开始 见到每一个人 我们都习惯制造一个文化 叫做有你真好 为什么 因为当你开始讲 有你真好的时候 感恩的文化就开始爆炸了 你每一次见人都讲 有你真好 有你真好 那到最后渐渐的你会发觉到 你有什么长处 你有什么长处 你怎么样对我好 并且那个你每天跟他讲的时候 他本来想跟你做坏事 他也不敢讲了 你知道吗 不敢做了 因为你每天都说 我对你这么好 Amen Amen 这是个文化的塑造 好不好 Amen 所以我相信 基督徒都愿意 把爱的文化传递下去 把感恩的文化传递下去 有一天 我们就可以转化这世代 Amen 跟你旁边讲 有你真好 来我们站起来为大家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的敬拜 可以上来 Hallelujah Hallelujah 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 我们先闭上我们的眼睛好不好 先闭上我们的眼睛 你闭上你 你想想看 在你身旁的哪一个人 是你最生气 你没有办法感恩气到你要死要活的 想一想看那个是谁 耶稣我感谢你 赞美你 我今天把救主 他的家人 带到你的神宝座前 祝我们相信 我的一生都在你的手中 在我们身边经过 跟我们在一起的每一个人 主啊 你早已知道 并且这也是神 你所定的旨意 主帮助我们 原来这些人 不是讨厌的人 乃是神 你放在我们的旁边 帮助我们 塑造我们的人 求主你赐给我们 像月色的那颗心 能够忘记一些伤害的心 主啊 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从不同 从神的角度里面去看 让我们得着造酒 让我们有能力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求主你赐给我们能力 把一切的仇恨 一切的不满 完全的把它忘记 让我们进入你的喜乐里面 因为主你的话已告诉我们 忧愁使骨头枯干 喜乐使良药 主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确信 将每一间我们发生的事情 都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 向你献上感恩迹 你就要转化这一切 像月色一样 像蛋衣礼一样 他们生命被改变了 因为他们信 因为他们感恩 主啊 你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能够为着我们 施造的一些的事物 来献上感恩 我们什么时候软弱 你什么时候让我们刚强 让祝福降临在这个教会 让这个教会里面充满感恩 让这个教会里面充满感动 好让人来了以后 要接受这个氛围 进入你的自身所里面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